这盘棋讲解的是水烟七军 2015年的财神碑 红方赵新兴 黑方是红志 开局是中炮 对战顺炮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抢先出局 黑方只能出横局 准备威胁红方的马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挺三兵 是要走成一个反攻马阵型 你点进去的就拆炮了 暂时没用 将来这个局还可能被围 临场黑方就先上马 唐真正 红方的话也是 冰淇淋 两头蛇 这里欺人太甚啊 黑方双横局 等待时机 这儿红方正常不是 还是打一个防守反击战 这儿的话 黑方就点进去 准备吃马 红方自然是飞向 准备了看住 那这儿先压着再说 压着之后呢 是不给对方一个上马踩锯的机会 然后的话 对方想上马过来踩双 直接就拼锯过来 那么阻断他 接下来 红方走的是过河局 准备呢 吃足亚马 偷袭黑方 后防 黑方的话 炮武退一 这儿也是做一个防守 你要吃 他局就过去 不但吃马 还要打局 所以这个棋啊 你还不敢上 一上的话 一打局 可能这个局还要陷在这里 因为底线打着门弓啊 所以临场的话 他选择退回 这样比较稳健一些啊 这儿你不对的话 他冰淇淋就杀出来了 所以必须要换掉 通过交换之后呀 这个马虽然退回了一步 但是呢 用炮看住了马 那这个棋随时就可以吃足了 黑方也是把局先长起来再说 那你吃 他就直接打你 所以到这儿的话 红方暂时不吃 他选择是炮瓶棋 这个棋的意思在于呢 就不让黑方这个挺足 火马 这儿制住你 黑方的话 先飞个象 也不着急 看你怎么走吧 红方也就打出来了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似乎是可以考虑啊 飞象慢慢下 打出来的话 那黑方就选择进足 这儿的话 正常一吃啊 杀掉 围棋正马 那么黑方明显是先手 红方得补个象才行 黑方一平局 马上就要过来 吃对方的炮 红方的话 现在把局退回 你吃的话 他可以弹子炮 暂时倒不怕 那么最上棋的话 黑方有下底炮的手段 这个棋还是有点顾忌啊 那临场的话 这个棋 他就希望你弹子炮过来 这儿准备下底线啊 但是呢 红方这棋上马 他就给你吃 什么意思呢 那么给你吃完之后 他有一个上马之后 先骑后去 黑方的话 也是平炮 想打断对方的计划 红方这时候 贸然上马 就上当了 应该选择对局比较积极 如果换掉局 我这个马一上 将来炮看住马 你根本没骑 如果说你还要吃 我再上马 采局打炮 就可以得回尸子 那么实战的话 他没有选择对局啊 而是走了一步 马三星四 结果把自己的局给挡住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吃掉 对方上马一蹬 以为到这儿 可以先机后去 不料的话 黑方杀出 因为他炮 打着向门弓 你不能向他 所以到这儿的话 反而这个棋啊 形成一个对杀之势 乱战了啊 那对方吃掉以后 这边呢 如果吃是一个交换 那当然不肯啊 因为他打过来 还打着两个向啊 所以这里啊 黑方主动上马 这边呢 不但吃马 这边还要吃另外一个合口马 对方的话 你对局都不行啊 所以对方一看这个棋 肯定要丢子了 索性的进居 就想吃炮 黑方顺势打一将 先破你个向再说 然后的话 这个棋马四星六 踩掉你的马 将来的话 这边还有吃马 吃炮 那边还有卧槽 叫杀 所以手段非常多 红方到这里啊 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先切进来 见招拆招 黑方顺势一抓 如果你退回我吃双 那红方这个棋啊 选择了一步退局吃马 那黑方就上 那走这儿以后呢 这里啊 赶快选择一个炮八金二 底先将军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正常是要落相的 因为你要捕士的话 他把相可能吃掉了 或者是啊 过来对局 那么这儿落相之后 就不丢相 然后你这里 也没有对局的机会啊 因为他吃着马是先手 你这边没有抽僵 闪局的机会啊 所以对方只能 硬要头皮往里切 切下来之后呢 这个棋啊 踩着局抢先手 那就退局抓一下 那红方又退回 那红方又退回啊 黑方这个棋就飞一个向 把对方隔断 对方的话 这个棋啊 他选择招法就是 兵武新义 为什么不选择吃双呢 因为这个马上去可以卧槽 然后呢 以免杀棋 所以他必须挡才行啊 挑这边的话 有拘到不怕 所以的话 这个棋找机会再吃双 黑方这个棋如果不是啊 那他点一将还是利用 没有用 黑方就马六进七 试图呢 双马可以连起来 红方一吃 黑方刚好回马 这里不但看住了马 而且随时跳马 拂有一个点将挂脚杀棋 红方这个棋也是飞向 防着底线啊 不让对方弃马偷杀 这个时候黑方先捕 是要把他赶走 红方的话 这个棋啊 如果甩开 他就上马了 所以必须得退一步 牵制对方 到这里之后 黑方走的是马六进四 跳开 这里啊 有一个马四进二 卧槽杀棋 所以到这里之后呀 你现在想飞向 绷马绷不住呀 红方到这也是束手无策 看着上马 挡不住 他选择是飞向 意思是我下一步退区去防守 但是呢 黑方不给你机会啊 直接跳进去了 对方的话 这个区想手下二线 来不及 有事挡住了 那退区又来不及啊 将军杀棋怎么办呢 他这里呢 想到的是一个 看能不能啊 你将我出来 给你来个对区 黑方哪里给他机会 直接减将啊 就落实了 然后呢 跳马一将 这里就上来啊 这儿回马金枪啊 就把区给抽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要过来的话 我吃掉你的事 抓你的区 你就上老将去保了 那回马金枪的话 这里你一动老将啊 将来就吃你区 如果你下去的话 吃区 你要敢过来的话 直接不吃区啊 杀底四九 海道月杀齐了 到这里叫新 只好运输 红智获胜 这盘棋将解是 朱连闭合 2015年财神杯 红智对谢静 第一盘棋 开局是先之路 对阻底炮 红方采取的是 和空马的攻法 那这儿自然是要出横拘 下以侧影 黑方的话 不是啊 希望能把这个拘换掉的话 将来这个拘过来 威胁马 那这儿红方就拐交马 他要抢速度啊 你换拘可以 他拘一平三出很快 所以呢 黑方这时候先点鞠过来 这边呢 不动声色 看你怎么走啊 他希望通过逼迫马 让你去换中族 换完之后 他出去抓你的马 这样黑方就返先了 所以红方呢 这时候先冲骑兵啊 威胁你 那么你正常选择 拘二平四 他可以呢 踩你的足 或者上马踩炮啊 所以呢 他退一步 这个棋就是等你 看你敢不敢 马六进八啊 一旦马六进八的话 将来这个棋 他可以向掉你啊 直接就吃你的马 迫使你交换 那这个马上去换个炮啊 就亏了 所以红方就冲 希望你吃一个 我拱一个 再吃马 黑方正常是应该 炮三平四 闪开一步 他可能担心 对方往下冲吧 其实呢 走到这里之后啊 对方如果冲 可以浸泡打狙 所以呢 这个棋啊 没有用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平狙应该是正招 平狙意思在于 将来你要是敢吃我的马 我就再拱你啊 那黑方当然是看住 继续贯彻 你拱我就打你鞠 哎 红方的这也不得已 只能采了 黑方就把这个冰消掉 因为黑方这时候 不但吃掉固河冰 而且马活跃了 所以他这个棋的关键 就是要活马 马一活 黑方再也没有什么弱点了 这儿的话 你一吃看似要得子 人家采鞠啊 反客为主 你再吃 他就上马卧潮 这儿吃着马 你不逃就会丢 丢完拐脚马不舒服 啊 还是不利 那你要是敢逃马的话 将军就杀进来 这儿的话 你不能退鞠啊 因为他回马将采鞠 所以没有办法 你只能采像 这里以攻带手啊 那这个棋将叫吃马 当然是遍住不让 这儿进炮 你再吃 然后他这个棋 把炮换掉 吃你炮 最终这个棋杀进来之后啊 军马冷招太厉害了 这里会形成一个窝槽马 这就无解了 所以说 黑方关键是要活通自己的马 炮弹平四 比较积极 实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斜进选择招法是打相 这儿的话 贪吃了个相 那红方就抢先手 吃马 因为这个棋吃马吃炮 你吃马 他只吃一个子 所以必须得看 看住以后呢 这个棋选择招法是炮 八进五 那么到这儿以后啊 现在 居四平六 在捉 这儿的话就保 那么对方 被牵住也不是办法 就退回去对吧 双方进行交换 这儿的话 他想平炮打马 那红方抢先 立中炮 再打一江厉害 所以的话 对方到这里 也是尴尬 你炮八平六打你江 所以他选择破花精 就是不想被他利用 顺便可以打兵 红方当然是往下冲 黑方到这里 赶快进足 要火马 红方出局抓炮 抢先手 黑方打马之后 红方马四进六 到这里 对方要上马 吃兵 那就冲 但是对方可以上马 看住兵 所以的话 这个棋要先走一个 打江 然后呢 对方飞左向 这儿再冲 那你踩炮 他可以躲 关键是你上马卧槽 他没有点位啊 那么到这里以后 怎么躲呢 退回也可以 但是呢 打边族更厉害 他利用的就是 拘炮底线出骑 黑方赶快落相 红方这骑扔底炮 他是要走一个 拘到底线 打相太狠了 因为你飞向 左边炮在一江 可以说 左右开弓 防不胜防 到这儿 黑方想到的是 我平炮 你要吃我相 我就打掉兵 看住相 那这样的话 红方就平兵 卡类 必要是我扔个底炮 然后拘往下 二千一点杀你 所以的话 黑方要趁机啊 退回把兵线赶走 或者迫使他交换 解除这样一个危险 此时的话 红方啊 刚好趁人之围 你不是要踩兵吗 我可以吃你炮 你看似踩我炮 我一江就跑掉了 这一江 把你炮白吃了 所以对方 他只能马上退伍 看 看的话 这个骑红方就扔底炮了 他是符有一个 G2进2和G2进3 双重手段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黑方他平局 就想消掉这个兵 红方趁时就气掉 等你吃兵的时候 他这个马刚好看住兵 现在他锯到底线 杀你香 你这个炮就不能打出来看相 所以眼看这边也不好守了 索性红方上马吧 到这儿给马腾出一个路来 意思是你将来打一江 我就上马 这儿的话 红方用鞠尺不着急 抓着炮 黑方也就闪 到这里赤回来江 如果你选择退炮的话 那么这个骑红方正常补个式 你没骑走 你现在马一走就切进去 马不走的话 顺势踩你一脚 如果你去吃马 你马就丢掉了 那么这个骑 如果你平局过来 这儿的话 这个骑 它是有一个炮打马 你要是这个骑 走掉吃你的马 你要吃掉 点江都有骑 所以这边这个骑 确实受不了 那你要再退回去 怂一下 红方这个炮退回 准备了方中炮 形成天地炮 现在铁门栓 中间抽杀之势 那对方就招架不住了 所以可见这路骑推炮 坐在带币 临场斜径 选择上马 杀术冲围 想对杀一下 那红方不给机会 先点一江 这儿退一步抽局 让你进行补试 然后的话抓炮 炮一走之后 直接退回 这里踩掉一个兵 这儿的话就来一个中炮 行天地炮 对方想逃 但是这个骑政员逃不了 你看着赤马 炮一江 这儿的话就回马了 点江上来 到这儿 红枝又点了一江 对方下去以后 这边的红方直接 马踩中士 此照一出 他利用炮将军 将来形成一个马 跟鞭炮 底炮 会合 这里三字归鞭 可以说是陶渊结义了 那到这里 习近只好认输 红枝获胜 这次 红枝获胜 感谢观看